手打的粉漿倒入煎台 接著店員将烤好的豆乳鸡 包进饼皮里卷起来 本店招牌豆乳鸡就打工告成 除此之外 店家还加入软嫩Q弹的控肉 花生粉和香菜粉 变身控肉蛋饼 特别的还有加入花生酱和花生粉 做出来的花生颗粒蛋饼 整姜蛋饼它的皮跟外面很不一样 它是外面蛋饼会觉得轮轮 就是有点QQ那种嚼劲 它是比较软的那一种 尽管只是开早餐店 用的食材也是最平常的蛋饼 却能征服掏客的心 开店7年终于受到 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让一早接到讯息的老板娘 惊喜不已 其实蛮开心的 但是我其实刚刚 收到讯息知道的时候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的 就是一个传统的蛋饼 希望用台湾的食物 可以让年轻人也开始喜欢 传统食物的感觉 我觉得实至名归 因为真的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 吃到很好吃的蛋饼 飞而不逆 咸香的酱汁 略带焦局的猪蹄旁 搭配乳到入味的 乳肉饭乳白菜 让饕客吃得津津有味 尽管已经到了下午三点 现场来吃乳肉饭的人 依旧绝绝不绝 在吃台北的卤肉饭的时候 这间应该是还蛮清爽的 油脂也刚刚好 然后瘦肥适中 比比当推荐名单揭晓 除了软实力 黄祭卤肉饭 售家也是唯一一家 提供墨西哥料理餐厅的胖 还有面铺 新炒饭店和小品雅厨等 台北一共六家新入围 而熟面孔包括无名推车烧饼 小王煮瓜等台风 甚至是从轻松论饼 改名成无望再继的 论饼卷专卖店 全台总计126家入选 也让民众掀起 另一波美式讨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